女人为躲避丈夫的追杀 整容换面成自己的亲妹妹从而走上复仇之路 她先是带着律师来到父亲公司夺回自己的继承权 随后便以公司为诱饵 要求丈夫放弃女儿的抚养权 紧接着便来到好闺蜜的身旁 本着善解人意地帮闺蜜处理孩子这个累赘 其次又把财产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知了她 这让本就贪财的艾莎立马动了心 面对艾莎的动摇 索菲亚已知事半功倍 她便想起另女人 只见索菲亚拿出丈夫的资产清单 来到推她下海的黑哥面前 先是递上皮尔的所剩无几的灵系 随后便让黑哥认清行事 并且要收回俱乐部的经营权 气急败坏的黑哥夜晚便来到皮尔家中 以皮尔杀妻为由勒索她一大笔财物 然而这种无休止的索要皮尔本意是拒绝 但在黑哥的威胁下 她只能先答应再想办法 黑哥刚走艾莎便找到皮尔 希望她能先放弃孩子取得索菲亚家族的财产 随后再另寻计谋 被艾莎说到心动的皮尔 转天带着孩子便来到索菲亚的豪宅 孩子见到小姨很是亲戚 可当孩子走后 皮尔便告知了索菲亚同意用金钱来交换海 索菲亚趁热打铁随后便召集所有董事 然而就在大家焦急等待皮尔的那一刻 她却迟迟未出现 索菲亚便吩咐秘书前去查看 片刻后秘书告诉索菲亚一个惊人的消息 皮尔此刻联系不上 索菲亚才恍然大悟皮尔正在戏耍自己 然而几天后 皮尔现身再次的联系到索菲亚 邀请她来到家中 索菲亚本以为皮尔这次是回心转意 殊不知一场大的阴谋正在等待着索菲亚 当索菲亚就做时 皮尔开始了她的表演 她先是欢迎大家的到来 随后便告诉众人一个重大的抉择 此话一出索菲亚顿时感觉不对 紧接着皮尔让众人起身来见证一个件事情 只见皮尔拿出戒指送到了艾莎的面前 以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向艾莎求了婚 戴上戒指的艾莎虽并不爱皮尔 但心中还是美开了花 索菲亚本以皮尔独自抚养孩子能有所胜算 但此刻她的举动无疑在夺回孩子的路上更加艰辛 孩子有一个心狠手辣的后妈更让索菲亚不可想象 悲愤欲绝的她 将车子再一次开到自己坠海的悬崖边 可能心中还在对皮尔有所幻想 往日回忆便在涌上心头 但与害死自己抢夺孩子相对 索菲亚便不再心慈手软 她拿起电话打给了富豪哥哥 我真正好 你真正好 你真好 你姐姐 你好吗 我真正好 你真好 我真正好 你真好 感谢观看